夫妻被害 真凶伏法 残忍的凶手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 首先给人的印象 就是一个普通人 很普通的 普通的外表下 家庭所示 如何在他心中 埋下残忍的种子 过眼云烟中 爱恨情仇 他心中恩怨几何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从昨天的夜线 我们开始说 在今年9月份发生在江苏省 无锡市的一桩非常荒谬 又很残忍的案件 这个案件导致一对年轻夫妻丧生 事情要从去年说起 2014年 无锡有一位杨先生 去4S店买汽车 是因为他听说呀 当时买这种汽车呢 有一个打折送礼活动 就是可以折掉2000块钱 结果杨先生去的时候呢 这个打折已经过期了 这2000块钱折扣没有了 所以杨先生就有点犹豫 那还买不买 这个时候呢 4S店有一个姓雇的销售员 这个销售员非常的要强 每个月都得是他们公司的销售冠军 他无论如何要做成这一单生意 于是呢 这个销售员自己掏了2000块钱 给杨先生打了折 做成了这单生意 于是两个人就认识了 这个杨先生呢 是个卖电脑的 一年之后 这个顾性销售员呢 想要自己家买台电脑 他认为 我当初自己掏钱给你打了折 所以你一定得知我一份 特别大的人情 现在我要找你买电脑 那你肯定得给我很优惠呀 就买了 没想到呢 后来他发现没优惠 这个杨先生卖给他这电脑公式公办 非常生气 而且呢 不争气的是 这个电脑后来还坏了 顾性销售员就更生气了 结果在杨先生给他修电脑的过程中 两个人就发生了言语 乃至身体上的冲撞 最后顾性销售员就把这个杨先生给杀死了 而且更加不幸和凑巧的是 那天呢 这个被杀的杨先生 太太忘了带家里的钥匙了 所以他进不去家门 他就急着一定要找到他丈夫取钥匙 就这么着不小心也闯入了这个危局 因此也被这个顾性销售员杀死了 于是就让人特别的不紧 就是这个性顾的这个小伙子 他怎么了 为什么做事这么较劲 为什么做人这么 用我们的俗话来说 小心眼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电脑城一对卖后才的夫妇 突然被人杀害 犯罪嫌疑人居然是一家汽车4S店的金牌销售 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呢 他究竟经历过什么 能让他沉沦至此 面对镜头犯罪嫌疑的顾某 道出了自己那些为人知的过去 我不是我妈亲生的 是我妈妹妹的 因为当时他们 我生母就我一家那边 老大是女儿 老二是儿子 已经有了 然后后来就 又还了之后 就和他们知道 又是男孩 然后我扬起我这边 都两个女儿吧 但因为他那边 可能又要三星花盘的时候 转身比较苛刻 就把我送到这边了 原来顾某自小 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送到了姨妈家 直到她高中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养育自己十几年的母亲 并不是自己的生母 从那时起 顾某青春的期中 刻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生痛 顾某并不感到命运对她不公 对于家人 她选择了沉默与理解 时间飞快 顾某很快步入社会 并结识了她现在的妻子 看似平静的生活 却因为这桩婚姻 使顾某与家人间产生了裂系 提到自己的妻子与养母 顾某男人眼中的泪水 我一开始家里 不是特别同意 这么亲事 是我强烈要求的 因为我觉得 自己老婆不错 我当时今天把我妈结婚 形式合格和事 只有假装 她说要找个门大后退的 我要找到太远 因为我老婆家比较偏 在河北 家人当初的反对 并不只是口头上的 在结婚之前 顾某就感受到了家人 实实在在的不情愿 家人对自己婚姻的态度 非常消极 就连提亲 也被家里人找借口推掉了 但养母的反对 并没有打消顾某和女友结婚的念头 在她看来 眼前的这个女孩 值得自己去珍惜 女孩的父母出于对顾某的认可与信任 对物质条件没有做出任何要求 这让顾某十分感动 面对家人施加的压力 顾某依旧选择了坚持 并最终和女友席接连礼 但家人的不满似乎并未消去 她没有从养母的眼里 看到祝福和喜悦 顾某的婚礼 在家人的微妙态度中 开始了筹备 然而 让顾某始料不及的是 自己的婚礼和理想中的 相居甚远 然后我的养母们就说 那不行 现在没这么多钱 不要弄了 随便弄了就好了 我说这婚节的极其忙忙的 我都不知道 他们都搞好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按这个意思来 我老婆觉得可能就是说 新娘的婚纱什么的 什么法式啊什么的 就按了她的来 也没来得及 随便给她弄一个 我老婆她心里也有点护去 妻子一家人 对自己没有提出什么物质要求 然而自己的家人 却用这样一场简陋的婚礼 来回应妻子的期待 这使顾某感到非常内疚 包括我 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知道我老婆当时太 她这也跟我 也不会去太计较 那么我时候觉得 确实有点 有点亏欠了 不过我在这里 记性给她 我说 如果有机会 我说 会补一场婚礼给她 时间过得飞快 顾某全身心的 投入到工作和家庭中 用实际行动来弥补着 对妻子的亏欠 而就在这时 妻子怀孕了 这本是一件大喜事 谁知 却成为了妻子和养母之间 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导火索 当时怀孕之后 我老婆听着听说 她 就身体 我老婆身体却比较虚 然后 我就 我让她就不上班 因为 身体也不好 她说 我儿媳妇就在家 我一个上面有个问题 肯定在公里吃公里喝 没关系 就孩子最重要的 出人意料的是 顾某对妻子的呵护 却招致养母一家人的不满 对妻子的指责 也开始充斥在她的耳边 后来就是 这样你知道了 就开始就是打电话了 后来 就指责老婆说 就说 我家里大了 现在这么矫情 那么怎么样 虽然自己的妻子 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 但明白家人 也是为了能让妻子 给自己分担些生活的压力 顾某陷入到了纠结和无奈之中 就在顾某的妻子将要生产时 夫妻二人和顾某的养母之间 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自己为了让妻子安心 顾某选择留在无息 但养母却执意要求妻子 回到自己的老家生产 认为在老家生育 会大大降低 顾某和妻子的生活成本 顾某的女儿 就在这样一种 不愉快的氛围中诞生了 女儿的降生 让顾某和妻子非常高兴 一家人随后便回到了老家 一个家庭也开始趋于圆满和美好 但这并没有为顾某和养母的矛盾 画上句号 女儿出生后 抚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令顾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本来是一家人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一件事 最后竟发展到了动手的地步 眼看已经和养母在带孩子的问题上 达成了协议 但养母却突然要带着孩子 去扬州找顾某的二姐 这让顾某紧张了起来 顾某和妻子考虑到自己二姐的实际情况 认为女儿实在不能被带到那种繁忙凌乱的环境中 但她们的想法很快又遭到了养母的强烈反对 无论女儿也到我起来 她们就到老家去带 她不同意 就非要带 然后那次就 教练回去了 然后过了几个月 孩子 我说我跟我们想孩子 要不要让我丈母娘 回来一趟 我们看看孩子吧 我丈母娘回来 过了一两天回来 回来之后 然后我买一感觉 说孩子怎么 我让孩子过来年回来 老丈母娘回来 可以 孩子留下 就让我丈母娘都滚 我女儿就说的是什么话 组与吵了 养母和妻子的争吵 甚至也来当地的民警进行劝解 但都收小甚微 顾某夫妻和养母的矛盾 自此一路升级 养母甚至和自己的岳母 因此针锋相对 这段从一开始就被反对的婚姻 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延续而变得幸福和快乐 夹在自己的妻子和养母中间 顾某的心情无时不被家人的矛盾所牵扯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让他焦头烂额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介绍一下到场嘉宾 媒体人同路心理专家 毕金宇女士 欢迎两位 这个杀人的顾某的行为特别让人觉得奇怪 他的这个个性和行为方式 跟他那个从小是送养的 这个身世有关系吗 毕老师 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高中了 能造成影响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 跟那件事关系不大 完全过了可能对他造成重大影响的那个岁数 那是什么原因是他做事这么奇怪呢 就是给过人家打过一个优惠 从此就得怎么着 如果不怎么着 我就恨死你了什么的 听上去就是如果我们单讲他一个人的逻辑 简直就是讲不通的 没有道理是吧 但是实际上 把刚才那故事仔细琢磨一下 我觉得他的整个的处理人际关系 那个方式跟他养母是非常像的 跟他养母很像 对 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习惯 而且是那种 就是我给你一点恩惠 我今后是要讨回来的 反正养母的行为 是让我感觉是 你把这孩子养大了不容易 孩子应该尊敬你 孝敬你 也没有那么干预孩子的生活 所有的小事情 你必须得按照我说的做 否则的话我应对的方式 我不管你有没有面子的问题 我不管会不会少你的心感 我怎么解气我就怎么办 控制意义极度强大 你就觉得这人就跟你讨债的似的 跟孩子 没错 然后他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我当时用我自己的钱 给你填了这个缝 然后当我想跟你做朋友的时候 你就得跟我做朋友 当我想让你卖东西便宜给我的时候 你就必须便宜 否则我连你命我都给要了 就是这样的一副讨债的嘴脸 就是人际往来的过程中 我没给你们一个好处 你们都是欠了我的 你们得知道我的人情 而且得知道还 就是我爱你的 所有一切的给予 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 对 其实有一本书 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 叫做不要用爱控制我 然后它里面其实讲的就是 很多大家习以为常行为背后的玄机 可能一天要控制这个词的时候 大家第一联想就是暴力 但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 爱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一种控制 或者叫做弱性的控制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一个女孩子为了发烧感冒在家的男孩子 她可能会步行十里地 然后专门在风雪当中冒着严寒 然后去送药 这个事情刚开始是很浪漫的 但是你想如果一个夫妻已经结婚三年了 然后他的妻子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丈夫的话 你觉得这个丈夫除了感到浪漫之外 还要感到什么呢 可能是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妻子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 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成为很多夫妻关系不和谐的一个因素 爆发的这么一个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其实爱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都会变成一种弱性控制 而事实上刚才比老师也强调了 就是当这个当事人顾某 在面对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两千块钱的时候 他反复在片中去提到说我拿出这两千块钱 我是为了成这单生意交这个朋友 因为我把每个客户都当成我的朋友 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习以为常的一种说法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你是个销售冠军 我为了维护我这个销售主管 这个销售冠军的荣誉 或者是说我为了从我的利益当中分出来一点点 然后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个大家可能是能够去理解的 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对吧 但是他的这种理解方式反倒会让人觉得说 你其实就是一种弱性的控制 因为我要和你成为朋友 那么当我对你有需求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给予我足够的回报 爱的控制这个词特别准确 两代人之间经常发生 家长为孩子付出良多 所以你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 我特伤心 我病了 得 孩子没办法 只好全听了 两口子之间这个就更常见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一对男女是两口子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经常打架 但是等到他们分手了 变成了朋友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相处和谐 相敬荣宾 是因为那个时候对对方有特多的期待和要求 后来没有那么多要求 降低要求了 倒反而能好好相处了 朋友和同事之间也是这样 如果我给你们一点好 都等着你们还 这个讨债的心情是非常难以相处的 所以他管这个叫朋友 这都不叫朋友 其实患得患失讨债都不是朋友 真正的朋友是真的给友善 是不要求还的 像这个随时都在讨债 真的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模式 但是有这个模式的人其实很多 他只是有导火索爆发了恶性事件 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人没爆发 但是有这个思维习惯是要引以为戒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家中日积月累的矛盾 让顾某的情绪非常沮丧 而他仍旧选择了沉默 独自将这些苦闷统统装进了心里 时间进入2014年 顾某的妻子再次怀孕 而顾某也就是在这一年结识了前来店里购车的杨某 两人顺利的签订了购车合同 但杨某却因为一个附带了礼包 而迟迟没有付款 因为这个丈夫杨某的话 他提出其他人购买这个斯科达车都享受到有一个2000元的一个礼包 为什么我没有 那么这个顾某的话 因为当时的政策可能其他人买车的时候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在顾某这个卖这辆车的时候 这个政策可能已经取消掉了 面对杨某的坚持 顾某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 拿出了自己的诚意 由于这个顾某呢 他个人也比较好面子 刚刚有普通的职员伸道主板 比较好面子 那么他就私下里去把这个2000块钱 去掏给了这个丈夫杨某 以完成这笔的订单 顾某自讨腰包将2000元现金送给了杨某 从而促成了这一次交易 两人也顺理成章成了朋友 虽然说这个看起来2000块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种内向的人来说 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了 一段时间后 顾某的妻子准备开一家服装店 需要安装一套监控设备 此时的顾某自然而然的 想到了做电脑耗材生意的杨某 平时来往顾某 他知道他做这个生意的 顾某这个安装这个监控的这个生意 让他做了 做了过后呢 他感觉就是这个监控装了过后呢 也占他全 他认为嫌疑人跟这个杨某已经是朋友 对吧 而且在做汽车生意过程当中 我是贴钱给你的 对吧 到了我就是嫌疑人要去求杨某来装监控的时候 你怎么的也得给我便宜点吧 是吧 结果杨某却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是就是比平常的价格还要高 本想借朋友关系省下一部分钱 顾某没想到杨某反而借机杀手 暗中宰了他一笔 联想到两人出石时的购车经历 顾某心中越发的不快 然后呢就问他买了一台电脑 就是连了网络以后办了个网店 当然一开始是去安装电脑 包括安装电脑的软件等等 那么到后来由于这个顾某反应 电脑经常出故障 前两次的经历已经让顾某耿耿于怀 而从杨某那新买的电脑又开始故障不断 顾某越发确信 可杨某这次买卖自己再次挨载 于是怒火中烧的顾某三方五次的催促杨某来加州维修电脑 就是那台机器们还老出问题 让他来修他有几次三番的推脱不来 后来终于来了 大概修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矛盾 从口诀开始到动手 面对于自己争持不下的杨某 顾某心中以往的所有机怨似乎像恶魔一般 找到了一个倾泻口 互相的推散中 已经失去理智的顾某 不顾一切地拿起了榔头 拼命地向杨某砸去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就这样被开启了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由于这个犯罪嫌疑人顾某 他连续杀了两个人 那么他也是有点坐立不安 整天心事重重 神情也比较紧张 顾某在完成作案回家后 他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妻子的注意 我说你到底干嘛去了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他低头了 他说 被人打架了 我说然后呢 然后他说 我然后呢 就打架了 我把他俩都打了 我说然后呢 他说 他一抬头看过去打死了 哎呀到时候我头都懵了 手就一直在抖 然后手脚也冰了 手有点麻 然后就一直 抱着他一直在哭 他也在哭 他说我错了 他说 痛痛真不好 他说对不起这个家 和妻子抱头痛哭的瞬间 顾某这才幡然醒悟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无心应该是一个社会 治安环境应该比较好的城市 一次性发生杀死两人的案件 对这个社会上的震动还是很大的 当时在想的 这个社会是怎么人呢 是吧 而且好像杀他 就是凶手是一个 说是90后啊 说是90后 说还有两个小孩子的 然后就是 神经病 这种事情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呀 一定呀这个 无息平安城市 那出这个吓死人呢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晚上这判可出去啊 这白天都不敢 顾某将杨某夫妇杀害的案件 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而这些现象的背后 则是被害人家庭的破裂 他们极度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两个人一直都很好 一直都很好 因为我姐夫这个人 其实真的脾气非常好 我姐姐虽然有的时候有脾气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 对我姐夫来说 包括他跟他的朋友来讲 就是说 就是说姐夫也很辛苦 也挺老实的 其实他对他就是 真的是满满的爱 昨天去火花 不是要上去看一下的吗 他落寞的妈妈 直接就晕过去了 就往地上一年 对于父母真的很孝敬 很孝敬父母 就觉得真的 就是跟 哪怕周围的邻居啊 什么的都很客气 都很客气 小孩现在挺可怜的 好像在十几岁吧 上三年起 本来他孩子成绩就一直蛮好的 反正上了上了电视 看到那个爷说 小孩也天天偷偷了一个人哭 觉得挺可怜 反正第一反应 就心里面蛮挺心疼的 我也刚刚工作 然后他们也刚刚创业 其实我也自己 也有一份微博的收入 然后他就想 他就想赛钱给我 然后让我花 我说我不要 然后他说 没事这只一张假钱 然后他就骗我 实际上 怎么可能 假钱给我呢 今有对受害者 杨某夫妇动情的描述 既是对逝者的怀念 也是对顾某残忍行为的控诉 既为人夫 又为人妇的顾某 在冲动之下 使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 瞬间支离破碎 在行凶的那一刻 顾某恐怕没有想到 他的疯狂行为 也为自己的家人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顾某的妻子 于今年再次怀孕 而伴随顾某行凶而逝去的 不仅仅是杨某夫妇 还有自己的骨肉 顾某的良心备受煎熬 她告诉我们 事发之后 自己的内心没有一天安稳过 对于自己的罪行 顾某悔恨不已 小杨 还有叔叔爱你 我对不起你 我脱过了 发生了失望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很难过 现在把我私人的心都有 对不起你们 实际情人已经这样 希望我能用我自己的一切 能弥补 对不起 我当时想的是 我当时想的是见他家里人 给他跪下 但是自己换位思考下 不现实 人家儿子媳妇都没了 怎么可能你一个人跪下 你就是死个人 你全家人跪下 人家不可能原谅你 我就心想 他能吗 就说 别至于他死 你能留他一条命 我能有的 我有什么 我都给他 我只要孩子在我身边 就行了 有明明自己贴 知道这些方法是不可行的 就行 有时候在想 时间的倒退到得够好 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 发生了个我更运步的机会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直播夜线 其实还是不解 就算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 放债的行为方式 就给人一点好 就要求人家百倍奉还 谁老觉得别人万恩负义 对我不够好 这样的小心眼 爱算你的人 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 也不至于就去杀人 而且这个顾某 不是一个不懂感情的人 相反我觉得他感情还挺细腻的 你看他说因为养母的阻挠 婚事办的又不理想 太太的婚纱都是不理想的款式 我也一直对不起他 能琢磨婚纱款式的 也挺细腻的 挺懂感情的一个人 他怎么就能做出对那两口子 那天那么爆裂的事情 这事得分成两步说 首先咱先说一下 您认为是很细腻的 是因为您是一个普通的思维方式 但是他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 他们一家就是所有的好处 拿出来的都是要收账的 对吗 所以我觉得他对他妻子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要组建我自己的家庭 然后我得舍出这些好 以后才会有收获 所以他也想要做 然后让我们这些 有普通思维能力的人 认为这个是一个善业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机会跟他妻子过场了 如果过场的话 以后也会有收账的时候 对您说这种换得换失行的人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让我满意了 那就特别好 但是如果你让我不满意 天哪 那以后要叫起进来 也是很吓人的是吧 就是不管我对你好还是坏 反正以后日子都还长 我有的是机会把我自己 要找回来就找回来 他们是一种这样的类型 就是绝不白做任何的一件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他为什么会突然一下 就受性大发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听到了外界的人 对他的一些评价 然后呢 我们有机会在前面的那个小节里面 听到他自己 也对他自己情绪的描述 就是简直 就是感觉是内外交困的 在家里面完全得不到尊重 然后呢 我非常想要缔结这个婚姻 然后我很想要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很像样 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找我的麻烦 然后他们对我的妻子很不像样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他外界对他的评价 是他对谁的小和和的 对吧 他妻子也说就是 他是那个对家里人很好的 然后呢 所有人对他的评价 都是觉得他很温和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他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他没有习惯跟人交流 对吧 包括你看他 对他就是比如小的时候那个事情 他选择的也是自己哭 然后呢 这事就算过去了 其实心里面的结是没有解开的 再有的就是 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他说 因为他和家人失和 我心里太乱了 然后我就出了车祸 于是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人 其实他是心理素质非常差的 也就是说 他心里面成了那些事 他自己根本无法消解 环境不如意 比如养母很粗暴 很控制 很对儿媳妇很不好 让他这个男人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 单位的销售压力又特别的大 这位又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不是特别强的人 偏偏那个个性习惯又是什么事都自己扛 闷着身又不说 所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高压锅 对 这个高压锅随时有可能爆炸 不知道炸在谁身上 倒霉的就是那天炸的杨先生身上了 嗯 就是最后一遍到早 对 所以而且有些人 他是习惯了这种强加于人 强加于人的这样一种意志 但是往往这种意识 他是意识本身自己是意识不到的 但是这种控制可能对于别人来讲 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 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个小票 我也看到了一些细节 就是包括当地的人民群众 大家都知道无锡是一个特别美丽 而且特别安逸的一个城市 很多人都开始人人自危了 晚上不敢出门了 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提醒 其实通过这件事情 也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醒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压力 作为男人来说 你说谁不受这个婆媳关系的甲板器呢 对不对 包括你在工作当中 谁没有点办公室里的斗争 一些老板来自的这种考核的 KPI的压力呢 但对于这些压力来说 其实每个人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出口 你可能去跑跑步出出汗 也可以去健身房里练练瑜伽 实在不行去喝点酒 当然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当中 酒后不要驾车等等 所以说你还是应该有一个宣泄的途径 然后让自己能够把一些情绪 用你擅长和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捋一捋宣泄的方式吧 刚才他说了 你可以去跑跑步 所有的有氧运动 都是很好的宣泄 另外聊大天 我跟别人发发牢骚 这个是非常管用的 您说的这个是有交流习惯的 如果您是碰巧是一个没什么交流习惯 平时隐忍的了 那种类型的了 怎么办呢 自己去尝尝 我说的这个是有交流习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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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这个是有交流习惯的了